剛才提到邊比例的情況 但實際上並不是限制在邊牆內 無論任何方法 如果題目直接告訴你面積比例也好 它暗示面積比例也好 如果你知道面積比例是一個數 其實你也可以用同樣的邏輯 很多時候我們知道比例 亦知道其中一個圖形的面積 這兩個圖形不需要相似 總之它告訴你比例是這麼多 你跟著用就可以了 意思是這個面積比這個面積應該是2比3 所以你可以陳列出來 A1比A2等於2比3 題目假設你已經知道了A1實際的數值是多少 只要放進去 就是4比A2 就等於2比3 其實你已經有一條等式 而其中唯一的未知數就是A2 因為我們用等式的處理 所以我們用分數的寫法 4比A2跟4除A2是完全一樣的 順帶一提 就是比例這個符號 相信是演化了 加了橫才變成除 所以這兩樣東西本質上是一樣的 然後 解等式 把兩邊乘3 A2 所以是4乘2 3 2乘2 A2 所謂交叉雙乘就是把3 兩邊乘3 兩邊乘A2 12等於2A2 兩邊除2A2等於6 所以透過這個方法 我可以計算到另一個面色 就是6Cm平方 無論是體色也好 或者是其他物件也好 如果它用任何的途徑給你一個比例 其實你也是用同樣的邏輯計 這次是4Cm平方式